博训中心提供了双师制度 除了职训师、教育、职业的技能之外 还有导师做心理辅导与陪伴 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博爱训练中心 为了让身心障碍学员习得一技之长 并能快速融入社会 博训中心提供职训师和导师双师制度 以职业技能教学 并增加心理辅导和陪伴双管齐下 帮助学员就业自立 因为身心障碍者 其实跟一般的失业者 其实不太一样 那我们设立导师 其实主要是 也是为了说 给学员更多一点的陪伴 然后在他们有一些 需要协助的地方的话 我们会可以 除了训练室以外 可以再多一个人力 给予他们更多的一些协助 那辅导的内容其实有很多啦 除了在一般的课业上以外 那在他们除缺情的情况 而补助的协助申请啊 或是协助找一些资源啊等等 训练结束之后 重要的当然还是就业 那就业的部分 其实导师的身份 就会变成比较多 需要协助陪同面试啊 协助找一些工作职缺啊 身心障碍学员比一般失业者 在心理层面上 需要更多的照顾与关怀 而导师的角色 就是提供身心障碍学员支持与鼓励 在训期间 给予学员生活与课业的辅导 求职时提供职缺资讯 并陪同面试 结训后学员就业 若有不适应职场的状况 导师也会提供帮助 史方新闻 黄慧如萧瑞峰 高雄采访报导 黄慧如萧瑞弦